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北京时间1月9日凌晨进行的得奖,第15轮,焦点大战中,拜仁客场2比3,输给了门星格拉德巴赫队,爆出超级大冷门。 虽然输球后,拜仁还排名榜首,但来比锡,若本轮获得胜利,拜仁便得将领投阳位置,拱手相让。 这是德甲未免冠军,本赛季第二场失利,也是连续10场比赛,未能零封对手。 这对于一般球队,可能不是什么大事,但对于2020年度,在欧洲赛场所向披靡的巨无霸,拜仁来说。 这就是天大的事。拜仁与门星的实力对比,没有任何争议。 拜仁优势,非常明显。按照以往的剧本,本场比赛,没有任何悬念。 拜仁会,轻松获得一场大胜,兵不显认,满载而归。 事实上,比赛刚开始阶段,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的。 第18分钟,来万一靠一粒点球,先拔头筹。 第26分钟,格雷茨卡的远射,世界波直中死角,拜仁获得2比0领先。 但从第35分钟开始,场上形势,风云突变。 门星格拉德巴赫,在接下来的14分钟时间内,连进三球。 上演超级大逆转,彻底将拜仁打猛。 中场大将霍夫曼,没开二度的同时,台线上一记助攻,是击败拜仁的首要功臣。 施亭德尔化身,助攻大帅,上演助攻,没开二度。 霍夫曼的两立竞球军,来自于他的助攻。 诺伊豪斯,将功补过,打进反超比分的关键竞球。 上半场,正是由于他的手球,送给了,拜仁一记点球。 门星格拉德巴赫三军,用命,重置成长。 将强大的拜仁,拉下马,这样的胜利,对于鼓舞球队士气的作用,非常明显。 中场哨想,场上场下一片欢腾,大家抱作一团疯狂庆祝,释放着,内心的兴奋之情。 本场比赛拜仁队的防线,漏洞百出,门将诺伊尔生气得,朝队友们大吼,但也无济于事。 近期,连续十场得甲联赛,对方球队,都攻破了拜仁的球门。 难以想象,这是欧冠未免冠军的防线。 赛后球迷们,也纷纷表示,后防这几个哥们,也就是欺负诺伊尔。 要是早几年,卡恩在的话,就今天这防守表现,卡恩一生气,能把他们的脑袋,拧下来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带走啊老板。 请不吝点赞,带走啊老板。